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我做视频和大家说了 出国打工找劳务公司最重要 再次选单子很重要 有的劳务公司虽然有资质 但是单子弄虚作假 就是选个好单子才能挣钱 我告诉大家前两天 我让大家长长眼什么样的单子 叫好单子 前些日子我给粉丝选的单子 人家招的年轻的 30岁之内的 30岁之内的 然后来日本打工干什么 干的工作和我在日本干的一模一样 纸箱厂 住的单人单间 房租 特别便宜 一个月净到手的工资 净盛 我说的房租水电都扣除了 一个月净盛一万人民币以上 这就叫做好单子 大家明白吗 出国打工选单子很重要 很多粉丝自己在网上 找到劳务公司看的单子 那个单子什么都不是 而且是什么 特别是有一些劳务公司 他弄虚作假 就这个单子 他就是假单子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为啥说 他是假单子呢 我给大家 大家有可能不相信 有可能会说 那个阿峰 你凭什么说 那个单子是假单子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看看 这个粉丝 这个粉丝 加我好友来咨询我 他看的单子 给你们看看 就这个单子 他看的单子 大家知道 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说来日本当司机 给开阿尔法当司机 一个月 50万到70万 50万到70万日元 所以说大家出国打工 你选单子很重要 但是呢 有一些劳务公司 我告诉你 有一些劳务公司 那简直的 他的单子 他就是弄虚作假 现在就是很多粉丝 你知道吧 自己看的劳务公司 找到劳务公司 看的单子 然后发给我 加了我的位置之后 让我帮他们看 我给 我给他看完了之后 我告诉他 我说这个单子不行 这个单子是假的 或者怎么一回事 你和他说完了 他不相信 他就不相信你说的 所以说出国打工 选单子很重要 好了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评论圈里边 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们 下期见 拜拜